HELLO 又是我萬本派 也是那幾樣東西 幫幫手點讚 訂閱一下 還未訂閱的按下小鈴鐺 留言說一下 分享給球員 今天測試的鞋子是 Under Armour Spawn 5 LE LE 應該是 Limited Edition 這款應該是特別顏色 先說一下它的設計 鞋盒就沒有話要說 就是這些黑色的Under Armour 盒 鞋款就是這樣 這個 Limited Edition 顏色 全部都是這樣 很鮮豔的 看看你自己喜不喜歡 它有一些速度感的線條 有一些彈形的圖案 鞋面都是一些網布 網布下層有些孔的海綿 鞋底都是做到五眼綠色的 鞋底也是做到五眼綠色的 這個鞋桶 內裡的布也是做到五眼綠色的 鞋墊有個小丑帽的護好 它的設計就是這樣 說一下它的實戰成人 爪地利不算穩定 比起Spawn 3 第四代都是用同一款鞋底 鞋面改了,我就沒有買第四代 相比第三代,爪地利不太好 在一個乾淨的室內木地板 我覺得它的爪地利好像不錯 但我自己在外場,即是街場打 那個油漆地,可能有一點塵 或者天氣比較曬 可能乾燥一點,濕度低一點 都會偶爾出現一些打滑的現象 而且它外底的上翻 沒有第三代做得那麼多 第三代它的鞋底 好像一雙Carry那樣的鞋 這些外底是會包到很高 這些邊位的爪地利也很強 這些外側圓弧形的爪地利也很強 這一雙邊位是很滑的 最好就是用到一個前掌的腳面 去做一個實情 這樣就好一點 我覺得它的爪地利是合格 但不算非常可靠 視乎場地的環境也會有一點 包括鎖定尺碼,我也是買US 9.5 我也是買Adidas Ultra Boost的美國馬 都是US 9.5 Spawn 3也是穿US 9.5 之前試過那雙Futur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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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2也是穿US 9.5 都是正常的 它的鞋型也是鞋頭 稍微比較闊 它這個網布好像很薄 但其實裡面也有一定的海綿填充物 裡面那層洞洞的海綿就是那層填充物 這個位置其實腳包住了很多海綿圍著的感覺 它的足中位置,腳弓位都夾得不錯 也不會有空位 反而你的鞋帶不需要綁得太緊 因為鞋帶最初綁得太緊 腳弓位真的夾得太緊 有點不舒服 它最高的鞋帶洞就沒什麼問題 它的腳跟固定器,腳跟內置那個 就做得偏向低一點 不過就 它在腳跟骨的 即是一粒小的骨的下面一點 即是它包不太整個腳跟 有一點點感覺 但實煎的時候我又覺得都OK 沒什麼問題 它包過鎖定是不差的 不過我覺得前面是會多了一點點海綿 我自己覺得 因為現在可能那些鞋 穿慣的鞋 都不會有那麼多海綿在鞋頭 這個感覺是比較復古 好像以前的籃球鞋一樣 這個感覺是有一點點古怪 而且它的透氣性 我覺得都是因為它鞋頭比較多海綿 雖然它可能都是透氣的 因為它都做了很多洞洞的那些海綿 但是感覺好像腳會熱一點點 說一下它的中底 中底也是一個全底Micro-G 其實感覺跟Spawn 3 第三代差不多 軟彈的感覺 都是一些比較著重反應性 但也不會震腳的 踩下去都是有一定的壓縮 有一點點壓縮 而且它這次的重心是比第三代高一點點 無論是前掌也會高一點點 後掌也會高一點點 去做一些長途的跑動也很適合 我覺得也不會震腳 腳欠落地也不會震腳 我覺得它的中底也是正常的 發揮也正常的好 我覺得是Micro-G的感覺 其實跟Re-Add那些差不多 我自己覺得 總結來說 Spawn 5 都是適合一些1至3號位 你當是一些Kairi至Paul George 這個區域的球員 都是適合的 它就沒有我第三代那麼喜歡 始終第三代它就抄了一個 好像Kairi那樣的懸護型鞋底 但它是做得比Kairi更好 我覺得 因為它有一些Micro-G 比起Nike的懸震我更加喜歡 這些鞋面也是會再貼腳一點 軟屬一點 比Kairi那些鞋 資產性 我都覺得它是做得剛剛好夠的 低筒也做得好 比Nike的Kairi低筒版 我覺得 第五代我相對沒有那麼喜歡 雖然它的鞋子還是比較圓活型 但前面是偏向平一點 所以前面穩定性會高一點 比如射球 或者側切步 後切步 後切步 歐步 可能較平一點 敵一點的前掌會比較好 而且它中底的重心會高一點 突破的意欲 我覺得會低一點 比起Farm 3 不過在一個較長的路程的跑動 它會更舒服 而且全速起動的話 它也會更加更換 這裡是大概$800左右 也可以考慮一下 例如你想買GT Cut2 你也可以試買這一隊 我覺得都有類似的功能 而且它的貼合度我覺得更好 大概就這樣 今集時間就這樣 多謝收看 下集再見